我看了这个三十六条啊,就是说这个倒计时啊,叫贯彻落实,因为的话,这个三十六条已经不是一两年了,我有些东西在寄云等了,基本上不给它当回事儿,知道吗? 那么现在要求在七月份之前,一步一步一步落实下来,我吓了一跳,首先我的感觉有三个字,疯了,为什么疯了呢? 到目前为止,我们国家的税收,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,靠国有企业,如果国有企业,如果被私人或者外私控制以后,就说国务院国家的钱贷子就没有了,这也是多么可怕的情况啊,那么这里面牵扯多人啊? 国自伟就没事干了,是吧?下课了,下短了,是不是意思啊?完了,等就是,所以这个事情知道,以后我马上就我们的一些同学,国自伟的同学啊,发邮件,去电话,还有铁道部的,你们怎么看啊?赞成不赞成啊? 过去工人下课,他们不在乎,现在轮着他们了,他们在乎,你们说他们在乎不在乎啊?当然在乎了,非常在乎,完蛋了,是不是? 涉及到他们,他们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,所以我说我们怎么办呢?就说啊,要把这些公约,要把这些信息啊,发给利益相关者,大厅国有企业,中石油,中石化,把这些企业,让他们看看前几年这个国企下降,中石什么利益,现在该说那他们怎么来了?他们干不干这个东西呢? 所以我的看法是,像利益的优关者,相关者啊,广泛地散布这些情况,给他们发文件,发短信,发邮件,让他们知道这个,再让他们看了前几年职工下降,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,该轮到你们头上了,我就说那么几条弯啊 谢谢大家